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中国工信部日渐发表,2025年前三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2025年前三季度,该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保持平稳,效益平稳增长,投资有所下滑,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4.7个和1.3个百分点。 9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11.1亿台,同比下降4.8%,其中,智慧型手机产量8.81亿台,同比增长1%,微型计算机装置产量2.51亿台,同比持平。 机体电路产量3819亿块,同比增长8.6%,前三季度。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1%,较1月至8月,提高0.2个百分点。 9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2%。 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该国出口笔电1.02亿台,同比下降4.3%,出口手机5.37亿台,同比下降7.3%,出口机体电路2653亿个,同比增长20.3%。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2.5兆元,同比增长8.8%,营业成本10.9兆元,同比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4938亿元。 同比增长12%,营业收入利润率为3.95%,较1月至8月,提高0.1个百分点。 9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68兆元,同比增长9%. 前三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1%,较1月至8月,回落2个百分点,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低8.5个百分点。 此外,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8兆8814亿元,同比增长10.1%,较1月至8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2兆071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1月至8月,提高0.3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1兆4751亿元,同比下降0.2%,较1月至8月,提高0.3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636亿元,同比下降4.3%,较1月至8月,提高0.9个百分点。 9月份,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1兆1775亿元,同比增长9.4%,中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3114亿元,同比增长12.6%,西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1847亿元,同比增长1.9%,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79.1亿元,同比增长2.1%。 另外,在日前韩国举办的APEC 2025峰会上,美中就双方暂停部分出口管制和加征关税达成共识。 在此基础上,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采访时透露,其实月底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确实讨论了回答在中国业务的情况,但是他强调他们没有再谈Blackwell。 川普指出,他们确实讨论了晶片,美国生产很棒的晶片,而徽达是领军者。 即将与徽达等公司讨论采购晶片,看是否可行。 而美国有点像仲裁者或裁判,这一表态似乎是希望继续推动徽达H20晶片的继续在中国销售。 而美国政府则能够从该交易中获得15%的销售分成。 另外,此前有传闻称,徽达正为中国市场开发一款基于最新Blackwell架构的客制化版本的AI晶片,以替代H20晶片。 对于关于美国政府可能会在此次会谈中承诺批准削弱后的挥答,Blackwell GPU的对中国出口的传闻,川普予以了否认。 他表示,他们没有在谈Blackwell,但会有很多其他晶片,你们知道的很多晶片。 这对他们有利,而且没有太多主要障碍。 虽然美中在APEC峰会上就部分出口管制达成共识,但市场分析指出,美国对中国AI晶片出口政策的调整仍维持观望态度。 与此同时,安市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11月初发表至客户公告函。 安市中国称,荷兰安市半导体单方面决定,自2025年10月下旬起停止向位于东莞的封装测试工厂ATGD供应晶圆。 在致客户的含见中,荷兰安市半导体声称,此举系所谓的当地管理层近期未能遵守约定的合同付款条件的直接后果。 安市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称,荷兰安市半导体言论混淆视听,极具误导性,他们对此极为震惊并强烈反对。 在此,他们郑重声明。 依荷兰安市半导体,所谓当地管理层近期未能遵守约定的合同付款条件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安市中国管理层。 安市中国不存在违约行为。恰恰相反,荷兰安市半导体目前欠付ATGD的货款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二、荷兰安市半导体相关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严重失职失责,将个人利益名价于公司整体利益之上,严重违背职业操守和公司治理要求,由此给公司广大员工造成的损失,应依法承担责任。 三、荷兰安市半导体单方面停止供货的行为,完全治客户,利益于不顾,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和商业合作原则,严重破坏了客户信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四、目前,安市中国已建立充足的成品与在制品库存,能够稳定、持续地满足广大客户,直至年底乃至更长时间的订单需求,供应链安全可靠。 为确保供应的长期性与韧性,他们已积极启动多套预案,正在加紧验证新的晶圆产能。 他们对在短期内完成验证,并自明年起无缝衔接,满足所有客户需求,充满信心。 作为百年品牌,安市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广大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安市中国珍惜客户对他们的信任,始终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 荷兰安市半导体单方面停止供货的行为,不会改变他们对产品品质和履行客户承诺的坚持。 安市中国将继续与广大客户保持及时、透明的沟通,也请客户一如既往地给予安市中国信任与支持。 总体来看,安市中国对荷兰安市半导体的言行强烈反对并声明。 目前,安市中国已建立充足的成品与在制品库存,能够稳定、持续地满足广大客户,直至年底乃至更长时间的订单需求,供应链安全可靠。 为确保供应的长期性与韧性,安市中国已积极启动多套预案,正在加紧验证新的晶圆产能。 安市中国对在短期内完成验证,并自明年起无缝衔接,满足所有客户需求,充满信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